台湾 做了盆頭很多年 戴著那班伙計 都是想他們找多點 生活過得好點 難道這樣也有錯? 快點死我 拋棄了二十多年 經常拋棄走看球 他現在還在醫院 以後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多機會 喉碼鬆成這樣 一看就知道糟糕了,還怎麼用 我們跟判頭說了 嘗試修理喉碼,先撐住 那天赤士到了地盤 老總說阿樂,我們就照做 其實… 我知道一定會出事 跟阿龍拍攝了很多地盤 他做事很有教諒 這麼好的伙計,不應該躺在醫院 老總,石屍喉又掉了 我們手足都停了手半小時 現在還繼續下石屎嗎 其實,我應該負在大責任 當時經理打電話來問 落石屎的進度 我報了一個進度 不斷說脫口這件事 其實脫口可以很糟糕的 雖然我昨晚去了體心理醫生 但是那個工人還在深切治療部 已經兩天了 我老婆和女兒叫我放鬆一點 說不是我的責任 但可以嗎? 什麼? 那條喉嚨不可以嗎? 那簡單吧 你是老總,搞定他吧 我做經理 每個人都叫我做老闆 我經常只會叫人 搞定點嘛,搞定點嘛 究竟我除了錢和進度之外 還懂得搞定什麼 難道落石屎 到底真的比人的安全還要重要嗎 是的 阿龍… 作為拍頭發生意外 我有很大的責任 当时我明知道有危险 路总说继续 我就照做 我应该阻止他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